你們有裝進袋子嗎 一身遮陽裝扮的齊群阿婆 仔細挑選進口奇異果 左手拎著兩個袋子 為的是掩人耳目 26顆奇異果 裝進不透明花布袋 4顆放入塑膠袋 換個貨架鎖定一串香蕉 躲在柱子旁 香蕉再藏進袋中 結帳時只付4顆奇異果錢 老婦人以為得逞 殊不知偷竊行為 都被店員看得已清二楚 準備騎鐵馬離去時 被壯漢員工攔了下來 說他只拿香蕉 這整個袋子都是滿滿的 夫人偷竊遭活歹 一開始還變稱只偷香蕉 業者尖插袋子 頓時啞口無言 天氣熱水果昂貴 78歲的趙姓阿嬤 為了省錢竟然跑到水果行來 偷了26顆的奇異果 甚至連香蕉都不放過 不過店家發現他是熟客 一度非常尷尬 夏日炎熱 水果產量少 價格飆高 加上高溫香蕉熟得快 一串逼近百元 一粒奇異果也是10塊起跳 夫人起貪念 為了300多元的水果錢 吃上切到最嫌 熟客來 我們一樣 偷東西就是不對 那就是報警處理 就那麼簡單 業者一度掙扎 但老夫人不誠實 決定報警 畢竟生意人賺的是辛苦錢 想吃水果還是掏錢買單吧 記者張鈞慧 張乃俊 台北報導 建議長 記者